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养一个月 体重就达到了300多斤 所以一头猪卖到3000多元就不奇怪了 他说 这样高的猪价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那现在增长了一倍还是两倍啊 养猪是个很辛苦的活儿 鸡三年 饱一年 说的就是养猪人的艰辛 猪从山养了18年猪 生猪价格大起大落 他也经历过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今年不仅猪价高 猪粮的价格却是五年来最低的 这是前所未有 老猪告诉记者 虽然他现在赚了钱 但这是弥补前些年的亏损 像2012年猪价低时 养一头猪就要亏300多元 村里的小型养殖户纷纷卖掉猪 2013年猪价继续下跌 和老猪一样 拥有200多头生猪的中型养殖户 也因资金问题 逐渐关闭了猪场 老猪的猪场 是典型的自繁自养 不用买猪仔 在大小养殖户 基本退出之际 并不富裕的老猪咬起牙关 每天都在赔钱养猪 你感觉到 他那个猪仔便宜的时候 我又把它压下 压吃不配种 你感觉到要攒牙的时候 你的人在配种 那来得及吗 让母猪不怀孕 避免越养越亏 这是猪价低迷时 很多养殖户迫不得已 采取的办法 2015年4月 猪价开始上涨 村里那些放弃养猪的人 开始陆续到他这里 买小猪仔 子猪的价格 就跟坐火箭一样 涨上了天 去年三百年吧 四五十块钱 一块小猪仔 现在五百 就到四块了 六十七岁的肖天华 住在老猪家隔壁的肖马村 在当地 老年人养猪十分普遍 但遇到猪价大跌时 他们的抗风险能力最弱 养猪赔钱后 肖大爷再也不想养了 但2015年 看着猪价一路飞涨 肖大爷还是没忍住 十月又抓了上百头猪仔 养了起来 这年养了五六十腿 五六十腿还赚了三四万块钱 去年后来你就回头又养了 回头又养了 肖大爷养猪是属于典型的短平块 就是跌价时退出 涨价时补兰 再如高 这样的养殖户不在少数 那么眼下生猪价格那么高 肖大爷卖没卖呢 一头都没卖 一头都没卖 现在价格那么高 你不卖 现在太小了 又大了 又是三百斤抽外的 二百斤就买的不划算 看得出来 养殖户吸收的心理非常明显 而另一边 河北省鸾平县上马房村的 王玉杰情况怎么样呢 他也在吸收吗 这是要把这一拦猪要赶出去是吧 这一拦猪大概养了多长时间了 卖完今天这一车 再过二十多天 下一轮育肥猪又能出栏了 在河北省鸾平县 像王玉杰这样的生猪养殖户 大多都是采用自繁自养的模式 因此 在很多养殖户有钱难买猪仔的线下 王玉杰他们手里握着很多人想要的资源 现在这猪相当缺呀 你甭说你出九百 你出一千都不见那人卖 哪我们的优势上呀 不抽小猪吗 猪原地快不抽 在猪甲攀升的线下 猪仔作为当地养殖户的有利资源 其核心在于母猪的生育能力 因此 母猪成了王玉杰他们生财的关键 母猪不发情怎么办 不能怀孕怎么办 怎么才能多生猪仔 每天研究这些问题 九年下来 王玉杰总结出了一套 自己的母猪繁育技术 他们这个有的配完还配不上 那咱们这只不配就不算出了 今年不猪贵了吗 是不这么高的猪价 肯定让小猪带上 让母猪怀孕上赶紧下 能赶上这波贵的价钱呀 往年找的就不那么推积极 没成想 往年嫌有人问津的这个手艺 今年竟成香波波 这位养殖户叫许凤燕 今年年初看到市场价格一路上涨 就想让自家的母猪赶紧生猪仔 可是没想到母猪不仅怀不上小猪 有些甚至都不发情 听说王玉杰有办法 就找她来试一试 这一试 家里的母猪还真就陆续怀孕了 这就该让我发财 就碰起大了 这猪生能有多少天呀 不到十天的 不到十天啊 这真的这可不得有贪残的 那这样的 你就可不得它一片长一片老 第一还是缺取竹 三一个你看 要让正常养来说 这母猪就不能用了 如果王玉杰在2014年2015年这两年 跟他说这句话 许凤燕可能会立刻把他们卖掉 但是在价格上涨的今年 他还是想留着他们 再试一试 我去年个春季的时候 就说一车猪 五十来头 卖五万多点 一个是贱 一个是猪 你配不让 那口就头 那也贱 谁撑上 他仅仅一加增加 就长成这 我上回那天 卖二十 二十一个猪 卖就五万 原本近一百头母猪 连卖代淘汰 到2015年 许凤燕家 只剩下四十多头 据了解 像他这种做法的养殖户 在卵平县 不在少数 那么今年存烂猪数量少 会不会和母猪数量减少有关系呢 王宇杰向记者 道出了其中的原委 他这条猪价钱的 都是把母猪给养没了 老配不上 老白养他 卖他 左边价钱也不好 好歹 就这么 这一轮的把这猪价 给拱起来了 老的老 小的小 他没有猪圆了 跟起来都是这种情况 许凤燕告诉记者 从五月底开始 他家就可以每月卖一车猪 看着陆续怀孕的母猪 许凤燕对未来的市场充满了信心 一抽完了 我就赶紧得给进猪啊 那些这些母猪 还能赶上这锅了吗 这一锅赶不上吧 明明知道 已经赶不上这一次的好价钱 可许凤燕还是坚持扩大母猪规模 而且据记者在当地了解的情况 很多养殖户都和他的想法一样 打算继续增加后备母猪的数量 难道他们不担心价格下跌吗 他们拉猪的量小了 就是那个 资料运输的也小了 他们两个 就是说那个 挣的钱都少了 是吧 就是证明那个养猪 或者手里这个猪少了 然后我就挣来了 王玉杰给记者画了一张 从2014年开始的 生猪价格走势图 王玉杰的期望也正是现在大多数养殖户心中所想 对于后世的猪肉价格 对于后世的猪肉价格 他们仍然充满着希望与信心 甚至最近还有说法认为 南方地区下暴雨会引起猪肉价格的新一轮提升 从4月份开始一直到5月这个下旬 南方地区连续将近50天的那个长时间的阴雨天气 包括有些地方出现强降雨 确实对农产品的生产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 但是我所说的影响呢 它对那个种植业的影响相对来说比较大的 对养殖业来说呢 它是产生影响 但是影响比种植业要小很多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要平心静气的来看待呢 就如同我们在摸一只大象 它摸的可能是像身子 也可能是像腿 我们在市场里边呢 可能摸的是像鼻子或者像尾巴 但是这些东西呢 要综合在一起 才能得出一个比较完整的结论 那么在市场这一段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现在呢是在新发地的批发市场的肉类交易市场 现在呢养殖户呢 对这个猪肉的价格呢 是满怀信心 但是实际上市场上的销量又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没钱买的 没有以前卖的多 以前像一天能卖多少 以前一天买15土猪 现在10土猪买不了 越加钱高越不中钱 这些肉费以前买的少数了 明天人家买两块 现在那肚子们买一块 它贵的就这一点肉就还几十块钱 现在这一块肉要多少钱啊 这个是七块五平均 这一块肉大概是五十块钱左右 这这一块肉 五十块钱啊 那这就贵了 贵了 这就贵了 这四块都没人 吃了手吃了 一般的单位啊 工历啊 它就减量了 它就说手吃了 是给别的东西吃了 现在寄便宜啊 消费需求已经受着高价格的抑制 已经表现得比较明显了 从四月份开始到现在为止 我们销量已经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多 那实际上就是说我们销量下降的原因是什么 是有一部分猪呢 并没有出来 留在猪圈里头 也就是说由于压篮 使得肉价保持了这么大的坚挺 但是我现在每只猪的增重 它要超过百分之十 一片白条 一般的就在七十到八十斤之间 这段时间我们白条猪的单重已经达到多少 达到九十到一百斤一片 肉并没有少 所以这价格它就存在着虚高的成分 农业部旭姆斯五月二十四号表示 近期猪价持续小幅上涨 但产能恢复较快 市场供应充足 后期继续上涨的动力有所削弱 目前已出现捕蓝过热现象 希望养殖户理性捕蓝顺势出蓝 如果正常的猪 标猪的话 一百一十公斤出蓝 现在有些猪已经养到一百四十公斤 一百五十公斤 这些猪都是肥猪 到了夏季的时候 人们对肥猪的需求是很小的 一般的吃要吃瘦肉型的猪 这些肥猪就要找出路 所以现在它有的时候就沉醉在一种 比较良好的预期或者良好的愿望当中 实际上它也应该听听不同的声音 听听市场的声音 听听消费者的声音 猪肉上涨周期已经持续了一年 有人还在准备增加养猪的数量 一次一次的猪周期告诉我们 涨多了之后是跌 跌多了之后是涨 在市场长期狂欢之后 再加码养猪有很大的风险 猪肉有自己的生产周期 市场有自己的规律 与其追风跟长 不如敬畏市场 静下心来好好研究一下周期背后的大数据 判断下一步市场的走向 提前逆周期操作 散户很难有把握市场周期的能力 政府应该及时发布生猪母猪存在数量 让散户共享大数据 引导市场调整生猪产能 可以有效减少猪周期震荡 两女童务实药品昏迷 危急时刻 好心人伸出援手 重庆蓬水举办相亲大会 期待千里姻缘一线千 圆节工地一场集体婚礼 见证12对新人的爱情 欢迎回来 在安徽省霍秋县 有这样两个小女孩 姐姐三岁 妹妹两岁 小姐妹俩在家中务实了药品 随后发生了昏迷 危急时刻 好心人伸出援手 展开了生命救援 事发时 孩子的父母正在地里忙着插秧 忽然传来消息 说他们的大女儿生病出事了 夫妻俩赶紧跑回家中 我回来看 他都已经都会在床上了 得知这一情况 邻居侯学丽二话没说 立刻开着自己的车子 以最快的速度将孩子往医院送 我想这多整体疫苗不是疫苗吗 这是当时医院的监控画面 身穿白色上衣的侯学丽 怀里抱着病重的孩子 一路跑着将孩子送到医院进行检查 没过一会儿 在接到一个电话后 他又匆匆跑向外面 他家里一个小小孩嘛 也是出现了这种情况 然后我就立马把这本啊买好了之后 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开车 回去再捡另外一个小孩子 小女儿危急情况的出现 让孩子母亲彻底慌了神 这时霍秋县第二中学的师生三人 正好在医院里 见此情景 他们立即伸出援手 当时看到了小女孩的母亲在那里苦气 就是让我感觉很心痛 经检查 这两名女童务实的 是用于抗精神病的药品 绿蛋瓶 如果大剂量使用的话 他最最危险的就是呼吸抑制 如果送来不及时 如果不及时洗胃 孩子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经过治疗 目前这两名儿童已转危为安 因为他们帮忙 我让我听你这头无路了 当时虽然我小父母非常的疼 看不到那种情形 感觉那个小孩更需要帮助 我觉得应该是出一种 本能任何人在当时看到这种情况 都会省出一些援助手 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一些事情 眼下正是农忙时节 在田间地头忙着劳作的同时 家里的孩子也别疏忽 把家中的药品和农药放好 避免小孩接触到 并尽早告诉孩子 这些东西不能吃 避免意外的发生 再来说一个热闹喜庆的事 单身男女相亲 这事不新鲜 可您见过数百人相亲的场面吗 重庆市彭水县就组织了一场大型的相亲活动 5月20日上午 52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帅哥亮女们 怀揣着对爱的期盼 走进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寻找心中的那个他 希望找到一个就是说有责任心的 然后呢有共同的观点和理想的一个另一半吧 然后呢能够共同去牵手 然后共同营造自己的小家庭 很激动啊 因为听说那边风景很好 然后女孩子也很漂亮 然后有个苗在嘛 也听说 然后就抱着这样一种希望 在鹏水县吃油酒离城景区的活动现场 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整个相亲会的核心活动 千里姻缘一线签了 男男女女们围绕着数百条姻缘相连的红绳 寻找自己的幸福 来到里儿了 然后看到这个灯台 然后结果的一个感觉都是突然发现 也都是一个缘分 然后我也现在不晓得对面的女嘉宾到底是哪位 非常好奇 也希望那个几种一时刻早点来 我也想看到对面那一位 是哪一个 希望我跟他两个真有缘分的这一切 挺开心的 挺有意思的 朋友圈嘛 比较少 这种陌生人出来玩挺好的 然后认识不同的人 结识不一样的朋友 然后可能你就会找到心里的另一半 不绝有集体相亲的 还有集体办婚礼的 有情人终成眷属 前几天江西南昌就有12对新人举行了一场集体婚礼 公友们给新郎新娘们送上了真诚的祝福 给我们吧 给我们吧 这些新人来自农村 由于他们参与的建筑项目 工期紧 任务重 有好几对新人之前都错过了婚期 一步一步看到他们那个从谈恋爱到结婚 他们今天结婚 我们感到很高兴 10点18分 12对新人在进行曲中 在公友们的祝福声中 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 并在现场亲友团的注目下 交换戒指 说出诺言 在婚礼现场还设置了一个环节 就是蒙住新郎们的眼睛 看是否通过摸手认出自己的新娘 由于聚少离多 还真有新郎认错了自己的新娘 那就惩罚一下吧 圆节工地 这场特别的集体婚礼 见证12对新人的爱情 12对新人啊 打造一个让他们印象深刻 举得这么少精力通力的 我认为这个非常有意义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散农视讯 5月26日 由CCTV7农业节目 和江苏省商业联合会 共同主办的互联网家 与品牌传播研讨会 在南京举行 品牌营销专家 及260多位企业代表 进行了现场交流 就互联网家时代的营销战略 及未来商业发展趋势 进行深入讨论 现场解答企业代表 对品牌传播方面 遇到的现实问题和困惑 CCTV7农业节目 也作为唯一一家 全国性对农电视媒体 成为企业在三四线市场 传播品牌的首选平台 从三农这一块开始 整个的传播的一种 为三农为健康的这种理念 跟我们打造的一种 国家营养医学的理念 非常的相同 农村旅游也是一个 极带开拓的 非常广阔的这样一个旅游市场 我们也会积极的拓展 农业频道方面的这样的一种合作 然后积极开拓农村旅游市场 以及红色旅游这方面的建设 CCTV7农业节目覆盖率 位居所有上兴卫视之首 覆盖人口12.75亿 覆盖率达到97.4% 随着互联网家时代的到来 CCTV7农业节目通过农市网 官方微信微博和移动客户端 等多种传播渠道 完成了完整的客户服务链 可以满足更多客户 多样化互动式的品牌传播需求 我们现在齐上农业节目的 共计策改革 就是要让农业节目走进基层 走进群众 走进企业 我们召开这个研讨会的目击 就是要让我们农业节目 更多的接机器 更多的了解企业的诉求 了解客户的需求 我们希望我们的节目 在服务北姓 服务城乡 观众的同时呢 更加的有效的实行传播 有效的服务于城乡 广大北姓 好 今天的节目就这样 先来解更多节目信息 查询往期的节目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市网 农市网的官方微博 微信 还有移动客户端 当然 你也可以通过央视网 查询浏览 提供新闻线索 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 请关注聚焦三栋目的 官方微博 微信 我们会认真阅读 您的每一条留言 感谢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